嗨 大家好 我是阿勳 蕙蕙蕙 回到我的自然之真 今天要去台北 然後參加了扶具展 這是我第一次去看扶具展 以前有耳聞過扶具展 但我從來沒有去過 所以今天就是求姥姥 等等要進大觀園 去看看有什麼金線的東西 那現在要準備出門去搭高鐵啦 等等見 好多那個那個 揍了一眼 哈哈哈哈 我們真的是鄉巴佬第一次進城那種感覺 喝牛肉 好像很好玩喔 好玩嗎 好玩嗎 7點多公斤 還蠻輕的耶 展現長輩的時候了 他這一台也是差不多重嗎 這一台是很重的 這一台有幾個2公斤 喔 20幾 但是他這個50幾 但是他這個50幾 這一台的話他是可以拆解的 拆解 對 所以不一樣這是折疊的 然後這是可以拆解的 然後他又是有前面有大輪 所以他其實在轉左右的時候 他是這個輪子會慢慢調整 對你有發現他好像是 一個會變成這樣子 會慢慢的調整 對對沒錯每一個小輪子 就慢慢的調整 這個是2公斤 然後這是18 可是他可以開這個壞 就這樣 然後開回家 開回家 然後被抓走了 你看你看他的小輪子 你可以tag他的小輪子 在左右的時候他會 慢慢慢慢調 有沒有 對啊 他是這樣轉的 欸 很特別齁 沒有人駕駛的車 藍牙超短的 噗噗噗噗噗 對啊 現在最高是多少 現在就是9秒 9秒推完嗎 現在的警告紀錄是9秒鐘 好 好我們的便利保護機 準備開始挑戰 3 2 1 開始 喔 哇哇哇哇 哇 我覺得我會衝出去 等一下我已經往旁邊等了 你快跑出去了 我跑出去了 來來來來 換我們微微 他是推幾公里啊 20啊 20公尺 20公尺 就是推公里數這樣 比起在外面 所以馬路來的安全多了 真的 真的 他這設計還蠻聰明的 開始了嗎 好 來喔我們王偉軒 選手開始了喔 喔喔喔喔喔喔喔 他要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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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飛起來了王偉軒 哇喔 好 好 他果然有往旁邊跑了 哈哈 又飛了 又飛了 王偉軒 欸 加油 你要破紀錄啊 哇 要破紀錄 有沒有 前面要放一台那個追劇 對不對 然後就開始運動 就很像那個跑步機 很像健身房不都是跑步機前面那台電視嗎 這就是輪移跑步機啊 對不對 讚 喔喔喔喔 要飛囉 要飛囉 胡哨恩要飛囉 哇 破紀錄了 7秒 破紀錄欸 哇賽 好強喔 我們胡哨恩選手 7秒 哇 記錄是7秒鐘 哇 然後我手在抖 我手在抖 超強 他是有 皮帶然後綁住拖上去的 喔 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是用綁的 可是還是要有人協助把這個 對啊不然這太斜了 對啊 沒有他有這個東西拖還好 可是就是怕要往後這樣 等一下 他是要把你扣住嗎 喔 原來是這樣 是用電動的耶 對 繩子在收了 繩子在收了 他會不會卡皮帶 感覺到被拉上去 哇 我會不會太重 直接往後 這個需要人協助喔 需要人協助喔 嗯 喔 那個安全帶 那像他這樣後退也是就是慢慢的往後放 對對對 他也是會慢慢的往後放 還蠻輕的 女生都可以這樣就可以拉起來 喔 這麼輕喔 他還是有一點重量喔 有一點嗎 可是看起來 提起來感覺還可以耶 可以自己上去嗎 現在上不去喔 現在上面有人喔 來 恩恩上 喔喔喔喔喔 哇 那下來呢 慢慢來慢慢來 慢慢來 那我們有 一樣我們有跟 努力發 然後有買罐 那 如果是買罐的話 你們跟我們是 那 那 傳統式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把長輩 抱到輪椅 才可以 客廳往哪裡去 但是 對他來講 他會不舒服 長輩不舒服 那搬運他的人 你會兒子傷害 或是不小心掉了 也是都會受傷 那我們就是免除了這一個 這個困擾 我們就 船的功能 輪椅的功能 還有儀位的功能 對 他還可以上升 下降 他就是一個 標準的電動槽 只是 他有強大的 轉移位功能 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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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妹妹推都沒問題 有沒有看到 他是很輕盈的 他不是很重 他比方說 我們推到外面定點 你要做其他的事情的話 你還可以再 再給他做調整 我們現在要回去休息了 來 一樣 在那邊 來 再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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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因為行程有點緊湊的關係 因為我後面還有去那個 脊椎損傷前的發展中心參觀 所以輔具展的時間就比較短 那個電動鱗鱗打破我以往 對於電動鱗鱗的看法 因為像以前那種旧式的電動鱗鱗是 整台很重 就是也沒有辦法拆 所以你要上車基本上是有點困難 像現在新型的可以拆卸 然後可以 折疊的話 就可以上車比較沒有問題這樣 是方便很多 然後我還陪朋友去挑戰了 鱗鱗跑步機 我覺得那個蠻有趣的 還蠻適合在家運動用的 因為像我之前去練跑耶 是真的到大馬路上 但是我是找那個腳踏車道 就是稍微比較平坦一點 也不會那麼都坑坑洞洞 但在馬路上 畢竟還是有一點危險性 尤其我那個時候是在夜跑 身上的照明要夠 這樣人家才有辦法看得到你 所以這個安全性的部分自己要注意 那如果有像那一台那個裝置的話 就是可以自己在家 練跑是很安全的 也不用怕說外面下雨就不好出去 是一個蠻有趣的運動器材 我們要離開的時候 我有看到一個三合一的床 它可以把椅子拆成單椅 然後推出去 就是扶手那邊把它移開之後 椅子就可以單獨推出去 之後也還是電動可以操控的 這種裝置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尤其是對於年長者跟他的照護者 因為一般要移位的時候 像年長者都是讓看護整個這樣子 抱起來移位嘛 這個都需要有力氣還要一些技巧 那如果說力氣技巧這些都不到 我就很容易受傷 那所以看到這個床的時候 我覺得還蠻驚艷的 但我如果年紀大了 就是可能自己一味的能力沒有那麼好 然後我老公那時候年紀也大了 在那個時候對我來說 這東西非常實用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是阿勋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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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